哎呀,鼻子好痛啊,我的鼻子受伤了,好痛好痛。 咦?小笑,你的鼻子怎么也受伤了? 你的鼻子是怎么受伤的呀? 我们快来看一看这个故事吧! 跟我一起来吧! 长鼻子蛇了,小猪小象系列绘本 长鼻子蛇了,作者摩威廉斯 今天没看到小象啊,真奇怪! 小象,你的鼻子怎么了? 我的鼻子蛇了! 你怎么会把鼻子给弄蛇了? 这是一个很长,很搞笑的故事。 嗯?说说看! 快点说嘛! 话说,我正跟河马玩得开心! 后来,我想到个好玩的主意! 我想用鼻子把河马举起来! 举起来干嘛? 好玩,好吧! 好吧! 于是我就用鼻子举着河马 可是河马太重了 鼻子根本受不了 所以你的鼻子就折了 不 故事还没完呢 后来犀牛也来了 犀牛想跟河马玩转圈圈 那你怎么办 我啊 用鼻子把他俩都举起来呀 可是河马加上犀牛 鼻子更受不了了 所以你的鼻子就折了 故事还没完呢 这时候 河马的老姐跳了出来 河马还有个老姐啊 这只河马姐姐是个大胖妞 你看他的肚子 又大又圆 又大又圆 他也想玩转圈圈 不止呢 他还想弹钢琴 他还想弹钢琴 两只河马 一头犀牛 再加上一架钢琴 谁的鼻子也受不了啊 所以你的鼻子就折了 不 故事还没完呢 小心啊 你的鼻子到底是怎么弄蛇的 举起这么重的东西 我很得意 所以赶紧跑过来 告诉你 可我脚底一滑 鼻子就折了 你 你就是为了给我讲这个故事 才把鼻子弄蛇的 这故事也太雷人了吧 这故事也太搞笑了吧 太搞笑了 我得赶紧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我走了 我走了 再见 小象 小猪 你的鼻子怎么了 这是一个很长很搞笑的故事 小象 小象去看医生了 小猫医生帮他看一下鼻子 谢谢观看医生帮他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商量 小猪 小猪 你 我